Hello 又是星期一 又是做節目的時間 我們今天的主題會有兩個 當然是基於科學 但也是大家比較少會聽到的主題 一些你覺得完全不可能 How is it possible? 為什麼會對我的健康有幫助? 一些你覺得不合理 譬如之前有一個很喜歡留言我 還有樂於寫一些比較sarcastic的文章 一位自稱醫生的人士 他也拿了一件事來笑 他覺得音樂治療很好笑 還有覺得這件事很荒謬 下面的人留言說一些很奇怪的 我覺得OK 既然是這樣我就花多許時間 找這方面科研的結果給大家看 又沒有這麼幸運 讓我找到 我們在等更多的聽眾朋友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先宣傳一下 因為之前媽媽節 我們是天然的洗頭髮 我們是做買二送一的 現在是爸爸節 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 我們就想過了 爸爸年紀大 我們聽了節目的 可能自己本身是爸爸 或者說 你聽了節目 我想你也是30多歲 你爸爸也六七十歲 我們就有什麼 是一定適合他 我想了很久 就是 挖堂 我們是第一次做 也是一連一次 就是這個月之內 我們說的是整個六月 我們會做骨湯 你買第二包是九折 第三包起 全部都是八折 好嗎? OK 你去買回去 給爸爸試試喝骨湯 你會發現 喝了幾天之後 為什麼會睡得好 為什麼會痛症少了 還有為什麼這些關節 好像伸展得好些 好像靈活了 你會發現 咦?這樣嗎? 喝湯就行了 不用吃那些什麼 關節的軟骨素 真的不用 因為湯裡面本身 就是很大量的東西 還有 我經常都強調的 Bio Availability 就是你到底身體 可吸收率是多少 OK 所以 買這個湯回來給爸爸試試 可能你的另一半已經做了爸爸 買給他試試 總之 第一包就剩下 第二包 九折 第三包起 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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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嗎? 好了 我們今天就講了一些主題 剛剛這個關於 今個月的福利 大家知道了 然後 想多謝大家 上個月 洗頭鑑 非常之踴躍 多謝你們 希望你們用得開心 試一下 送給朋友 自己試 裡面是真材實料的 OK? 手烏粉 芝麻粉 Hannah粉 有些不是粉狀 有些是我們要煮的 有些是我們浸油的 有些是浸酒的 OK? 然後再拿些材料去弄洗頭鑑 大家儘管試一下 然後給我們 feedback 記住你有任何 feedback 你可以傳給我自己 生童女王 或是生童感受過 Facebook的inbox OK? 今天第一個題目 我要講就是 之前 各位 自稱醫生覺得很荒謬 這個題目 就是 為何聲音治療是一種治療 當然它的科學基礎 是什麼 今天我就會講一個 就是 一個new study OK? published in PLOS P 是大家的S 是大家的O 是大家的 OK? Scientifically validates what so many drum circle participants have already experienced first hand group drumming produces significant changes in well-being including improvements in depression and sciency and social resilience OK? 是啦 即是怎樣我們去翻譯這件事呢 就是 西威組織 WHO identify 抑鬱症是全球第一 令人喪失工作能力的一個疾病 OK? 它會有很多很多的 side effects 包括什麼呢 包括 就是 令到那個人喪失了身體治癒的機制 OK? 所以很多人現在 就不想吃那麼多藥 我想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 common的現象 就是大家知道藥是很好的很有效的 但是問題是否真的藥到就病除 我覺得這件事就有待相確 我想大家明眼人的都知道答案 如果真的藥到就病除的話 那... 喂? 是不是橙了一點? 但你會不會覺得這個好一點? 我不知道 吸了個罩就是這樣 沒有個罩就是這樣 對 也是啦 也是素顏的 所以我想你不要太光 好像黑了 OK 好了 我們怎樣用一些不需要吃藥的方法 之前我們分享過一部份 喂 原來 你告訴我 打鼓得這樣 那怎樣打鼓得呢 在下個判斷之前 你可以聽一下這個research 這個study 是刊登在醫學期刊裡面的 那這個title是什麼呢 這個title就是 Effects of group drumming interventions on anxiety, depression, social resilience and inflammatory immune response among mental health service users OK 那這個呢 真是找回那位自清醫生的所在地 我們是找英國的researchers OK 這樣的research 報告去說回這件事 OK 為什麼聲音治療是有用的 上一集大家記得 我是找了美國麻省理工MIT的report 一位教授 一位教授 他怎樣用聲音和光 OK 就令到白老鼠腦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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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 他就有兩組人 那兩組人的分別是什麼呢 他們就是有match到的 很認真的researcher 那就是他們的不論年紀也好 性別 他們的族裔 他們不同的背景 還有他們的employment status 即是代業、做事、退休 都有match到的 那Controlled participants 那兩個group 有一個group 他們是有被通知到 他們是參加一個 study 是關於音樂和腦腦腦腦健康的 精神的健康的 好了 那接著 他們是沒有 他們只知道這件事 即是跟音樂有關 以及跟我們的精神健康有關 他們沒有參與那些 drumming 那些鼓的session 而另一組人 就是每一個星期 聽著 每一個星期 每一次而已 就是90分鐘的group drumming session 十個星期 十個星期 那些drum的group size 一班有多少人呢 十五至二十個人 那每一個參與者 他們被派發什麼物資 就是一個非洲鼓 and they were set in a circle 就是坐在一個圈裡面 我們常常叫做drumming circle 就坐在一個圈裡面 那他們會做什麼呢 那他們會做什麼呢 就是20分鐘的時間 I'm saying sorry 20% 20% 的90分鐘裡面 他們會講一些instruction 就是你怎樣打鼓 大家交流 聊聊天 就是這樣 OK 而80%的時間 就是他們會其實在那裡敲打 敲打一個樂器 那一個control subject 就是另外一班人 就與其是想這些 那些鼓的敲擊堂 他們做些什麼呢 就是做一些quiz night 就是大家互相出問題問對方 OK 跟著就是women's institute meetings 大家坐在那裡聊天 book clubs 大家閱讀 那兩組人都有被檢視他們的biomarkus 就是他們身體上不同的健康指標 OK 而這些健康指標是針對他的免疫系統功能 以及他的發言狀況 兩組人 一組就是一個星期一次90分鐘就是敲鼓 OK 另一組就是不是敲鼓 但他們就去上其他那些 讀書會 聊天會 然後大家玩問答遊戲 OK 好了 我們說的健康指標 主要是觀察他們的免疫系統 以及他們的發言狀況 以及還有 就是他們的皮質術 就是壓力荷爾蒙的指標 OK 這個研究的結果是很驚訝的 就是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were found in the drumming group but not the control group By week six there were decreases in depression 就是有抑鬱症那一班 OK 參加敲鼓的 有很明顯的跌 OK 如果真的需要聽數值的朋友 我先說數值 但其實意義不打 因為我們始終都未必會明白的 是負2.14SE 0.50CI 負3.162 負1.11 OK and increases in social resilience 即是 是那個社交場合 那種抗壓力 以及能夠融入社會環境 我們這樣說 And by week 10 these have further improve 哇 第六週已經進步了很多 原來去到第十週更厲害了 反應更好 OK 接著有數值 像剛才那些數值 Alongsid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anxiety 連焦慮不安的情緒都大大降低 and mental well being 即是腦部的健康 以及全方位的覺得身體身心靈的健康 OK All significant changes were maintained at 3 months follow up OK 即是說 他不是只敲完那一刻 很開心 好像你去打完肌 還是有人覺得很好 原來是 之後三個月後再看回 原來都還在 很令人振奮的 原來你一個星期去一次 一種的聲音治療 OK 都已經有這樣的效果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OK 接著我們繼續說 Furthermore It is now recognized that many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underlying inflammatory immune responses 即是 除此之外 其實現在已經被承認了的就是 其實很多的腦部健康精神健康 其實它背後是有一層的身體發炎的原因的 OK Consequently participants in the drumming group Also provided saliva samples to test for cortisol and the cytokines interleukin OK 即是說 這一群參與 這一群 效果的 這一群參與者 他們都有提供口水測試 去測皮質醇 和Cytokines interleukin 我真的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Ellen Ellen 你在這裡嗎 你幫我答 麻煩你 然後你發覺 across the ten weeks OK 即是那十週 兩個半月之後 你發覺 哇 身體的變化是由 發炎、發炎、發炎 pro-inflammatory OK towards anti-inflammatory 即是由發炎狀態 是身體傾向發炎 發炎 竟然變成是 身體不發炎 以及馬上抵抗發炎 它那個抗壓 即是身體的 新陳代謝 以及抗壓 OK 那個能力 是兩極反發展 由本身 喪發炎 到懂得抵抗發炎 做了什麼 就是敲股 一個星期一次 九十分鐘的 敲股 一段時間 其實我覺得 這個當然非常令人鼓舞 同時之間 就是 其實香港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個這麼 文明先進的 國際城市 在這方面的資訊 是如此落後的 其實 我提一提我的拍檔 即是李布丁 他較早前 他在巴黎 接受Samanic 薩滿的訓練的時候 他跟一位在加拿大住的親戚 聊天 加拿大的親戚 就說 他們搬到加拿大之後 可能是因為地方不同了 生活環境不同了 就發生了抑鬱症 就是有抑鬱症 抑鬱症不是 就這樣 我不開心 而是真的看完醫生 被確診 需要吃藥 就是clinical 抑鬱症 那 他的媽媽 就非常愛 很好 他媽媽 不想女兒依賴藥物 其實如果真的有看 精神科的藥物 他都會 你認真看 他的訓練 都會說 可能會增加自責傾向 如是等等 我媽媽就不想女兒 吃這種藥物 所以他就買了一部 和我那部很接近 但我相信會比較輕 就是那種 Bio Frequency 就是Tune台的機器 他就這樣帶著聽 那他的抑鬱症好 我知道 如果這樣 你一般香港人 聽起來覺得 神經病 一定會騙人 或者我剛才說的 敲鼓原來 可以令身體 由發炎 變成不發炎 可以由抑鬱症 變成不抑鬱症 又招累症 變成沒有招累症 你可能會覺得是匪夷所思 那為什麼會覺得是匪夷所思 因為各大媒體 在網舖上 因為這些其實是科研 這些是大學做的研究 是在醫學期刊 裡面刊登出來的 但是為什麼奇怪 為什麼香港精神科醫生 沒有怎麼看這件事 那為什麼之前 不斷喜歡關心我 寫我的 那位眼科醫生 自稱 他明明住在英國 英國其實是 另類療法 其實比香港更加 廣為人之為 廣受歡迎的 我相信 有病的人 都是第一時間 希望能夠康復 而不是 我一直拖延下去 如果有一種人 他真的有病 而他不希望康復 其實都是一種病 是有這一種 有些媽媽 甚至我們看 一個極限個案 就是他故意保持兒女病 他不希望兒子康復 這是一種精神病 但是 其實 我想說的就是 療法有無限的 那麼多種 當初一聽到聲音治療 甚至很噁心地說 有沒有陰道治療的那些人 我不是生氣 我覺得他們很可悲 因為在你們的世界裡 只有吃藥 吃藥和吃藥 那 沒有他 我相信 藥廠不介意的 但是 如果作為一個 療癒者 我不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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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是療癒者 我希望所有人 我希望所有人 每一個人 每一個我見的客人 每一個來我店的病人 每一個聽我節目的人 都能夠身心靈全方位的健康 其實 我剛才說的 過程直接 那個醫療報道 告訴大家 OK 如果你們想聽 沒有問題 你想看 其實原文 你們去P-L-O-S OK 然後 它的名字 叫做 Effects of Group Drumming Interventions On Anxiety Depression Social Resilience And Inflammatory Immune Respond Among Mental Health Service Uses OK 你說其實 英國 我相信他們會 都會 甚至加拿大 澳洲 其實他們因為醫學分家 醫藥分家 所以 醫生會比較 會持平中立 我相信 即是會告訴你 你敢看你沒有藥吃的 OK 你回家吧 你喝檸檬水 你睡覺 然後 你斷食 外國 不是全部 但是可能 英國 澳洲 加拿大會 美國都不會 OK 美國的藥是出賣什麼 貴都不得了 OK 所以就是 香港都不是醫藥分家 香港醫生開藥給你 他都是賺錢的 OK 所以就是 你自己 如果有一個情況 OK 有瘋狂的情況 而你吃了很多年 藥的話 給它試試 試試 試試 OK 大家坐在這裡 圍圈 烤股 很簡單 但是 未講完 再講多一點資訊 給大家聽 OK 簡單來說 濃縮版 就是 去到第六週 這一班 想 烤股堂的 烤股班 它不是 烤股班 是大家一起烤股 OK 他們是 瘋狂少了 甚至痊癒 然後他們能夠有社交能力 去到第十週 其實瘋狂 大部分痊癒 或者減輕了很多 OK 還有他們的焦慮 和精神的健康也好很多 而這一種的變化 是持續到三個月之後 都是這樣的 維持 保持到效果 OK 而他們的身體 有一個嚴重的發炎 發炎的狀態 變成一個不發炎的狀態 OK 其實 我們就是說 如果你看回 你將一種 沒有食藥 沒有入侵性的治療方式 對比回一些 傳統的藥物 例如 精神科的藥物 Prozac OK 他們的Site effect 往往就是會有 一個 就是 自殺傾向 OK 那 那當然你可以爭論 有雞仙有蛋 到底是 對不起 我不是不想回答你們的問題 但因為我現在還在說這些資料 你讓我回答完 我回答完資料之後 我再說你們的 水晶杯 或者什麼 還有其實 我不是說你們有關於產品上的問題 其實你真的可以發出 9170 2922 我們會很欣勤地回答 始終有些聽眾 始終想聽到一些資訊性的東西 我也想我可以很廉氣地說 好嗎 稍安無措 是的 那麼 而我們當我們比較起傳統藥物 OK 他和這一種不是入侵食 不是吃藥的方法 他們那個效果是 即是 如果我可以不用一個月給千幾二千元吃藥 我去上一些打鼓堂 OK 一起打鼓 不用理我打得好不好 OK 這個 在一個能量的角度 我可以告訴你 其實為什麼這些會有用 包括如果你把所有的問題 你寫在一張紙上 OK 然後呢 你 let go of那張紙 OK 那你的let go方式有很多不同 我們叫做processes OK 有些人是不斷擦 有些人不斷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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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拦 對 他們以為很科學的人 會覺得這些東西是笨蛋的 是沒用的 但是 但是如果你真的視乎量子力學的角度 視乎能量子力學的角度 你會明白為什麼它會活動 是因為你儲存了的情緒 它得到一個轉化 我經常用一個老兵的比喻 就是說一個二戰時期的老兵 他打完仗如是者經過了幾十年 但是他一說回當年的戰爭畫面的情況 他依然會激動 依然會落淚 看一看無數的作品 It still happens 明明那件事過了這麼久也放下了 為什麼有些人過了幾十年都還沒放下這件事 因為那件事的能量印記四個字 Energetic Imprint 能量印記 It still there 英文兩個字 中文四個字 Energetic Imprint 能量印記依然存在 你不清掉它 它依然存在 清掉它是否一定要找人的 是否一定要付錢的 不是的 你可以自己有方法去處理的 其實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說其實他打小人 你打的其實不是那個人 你明白嗎 你別想你打了他之後 他就會PK 他就會出問題 然後你就會好心良 不是這樣 你打的其實是你那股的不滿 你那股的怨氣 你那股的憤怒 你是打了他 那這一股的情緒轉化了 走了 OK 你就能夠正常地過你的日子 記住 能量是恆直的 它不會改變 它不會減少的 它可以轉換形態 好像水一樣 它會轉換形態 它會揮發 它會由冰變了水 水變了蒸氣 沒有問題 它可以不斷地交替 但是 跟能量一樣 記住 是恆直的 意思是它轉來轉去 它也是在 如果那股的能量 在你的身體裡面 是因為 我不知道 若干年前 有一件不愉快的事件 譬如 我說了我爸爸 我也會哭 尤其如果我要說我爸爸過身 那時候我在他身邊的那個畫面 他插了喉 他什麼都說不到 而我怎樣跟他說 我每次說 我都哭 過了很多年 OK 正如我小時候被 鹽蛇和青蛙嚇到 我過了三十多年 我依然害怕 直到我處理了那件事的能量印記 明白嗎 所以其實 我們是需要一件事 如果那件事對我們有影響的話 我們要怎樣處理那件事 我們的處理不是說 我們睡了覺就過了 OK 我播劇 我看《燃禧攻略》 我看《射雕英雄傳》 我看《射雕英雄傳》 就過了 不是這樣 因為你射雕英雄傳 你是不是也會看的 如果你每天都開著TVV的話 OK 然後你吃飯 你每天都吃的 除非你斷吃的 大部分人都不斷吃的 你每天都睡覺的 你沒有處理這件事 你明白嗎 而你一跡月裡 一路跡下去 它就會變成 某種病 OK 從一個能量角度 能量牽涉什麼 牽涉默倫 牽涉經絡 你以為這些經絡 失禁無時在哪裏 經絡的源頭在哪裏 就是默倫 經絡這樣兩邊開出去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這件事 OK 不論是肺經 小腸經 大腸經 衛經 肝經 三招經 全部 大部分都是左右開工 兩邊身在游走 然後有很大部分是沿著中脈 就是藏醫 西藏叫做中脈 或者IV也叫做中脈 但是在中醫就叫做任督二脈 你看真點它在哪裏 就是你的脈倫 其實你這些存在在內裏沒有處理到的情緒 就形成了阻塞 OK 那怎樣稱呼 我就說 說真的 打小人 Go ahead 我有沒有打小人 我沒有的 你要幫助那些蛾鏡蝦婆 But go do it OK 有些方法不是打小人 你覺得我不想這麼惡讀 Fine 你找一張紙 你寫完所有的問題 OK 然後你可以說 I lovingly let go of all my problems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my lessons in life 然後一把火燒了它 或者撕掉它 都可以 但是為什麼你發覺 很多人會選擇用火的方法 因為它真的由一個形態 轉為另一個形態 一個很 complete 的 transformation OK 變形金剛 Transformer 一輛車變成一個機械人 OK 很完整的變換的形式 OK 所以你看到很多古老的宗教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儀式呢 現在這些儀式 為什麼你做了之後 You feel better It's all about you really 你看到 如果大家有上來 我銅鑼灣那裡 You know It's all about you Yes OK 其實 如果你真的要我說 正如我當初說的儀式 我問也是 其實所有 這個是quantum physics的角度 亦都是佛家的角度 亦都是 Hopono Pono 即是 夏威夷那套的煉獄方法 的角度 其實 你看到的 你感受到的外間 這個世界的所有東西 其實是內心的投射 OK 如果你感受到外面的世界 充滿懸恨 充滿怒氣 各種東西都是很討厭的 什麼都不好 不順眼 什麼都很不順利的時候 其實 是你製造出來的 所有都是我們自己的project 所以為什麼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因為那個projector在你裏面 你 你放射出來 所以如果你要淨化環境 你要 改變你所感受到的世界 其實你在裏面活動的 OK 所以為什麼打鼓 躺在這裡做聲音治療 OK 或者energy healing all these sorts OK 或者光泡 就是躺在這裡 我其中一個會用的 就是鋼 銅鑼 現在你可以搜尋銅鑼 越來越受歡迎 因為其實在外國很久 但當然 我不是說 如果會留言說 黑陰道治療 那些人 其實不用跟他們說 因為這些就是迷信 吃藥才有用的人 正如當初西方 都不接受針灸的 都不接受覺得這些東西有用的 但其實它怎麼會無用呢 它說的是人體的 Electromagnetic Field 我們的電磁場 我們的電磁波 所以為什麼睡覺 你關電話 或者關電話 關電話 這些全部都是關係的 OK 那就是 為什麼打鼓 就可以令到那些人 很大部分的Depression 會好 OK 而身體可以這樣改變呢 你想一下 他們打鼓 他們身體的發炎會改變的 它是 你想一下 其實就是一直支持 我們所說的 就是說其實 你的腦發炎 包括他們吃很多 有小麥成份的東西 就是膚質的東西 例如拉麵 麵包 蛋糕 大部分的麵 都有膚質的 其實你問我 我有個朋友是 不吃飯 但是吃麵 其實是更糟糕 其實是更糟糕 有一本書 叫做 The Grain Brain 我也提及過幾次 寶丁和我兩個都看過 Grain Brain 就是穀物大腦 對 是更糟糕 因為它直接 你一吃了Gluton 你腦立即著火 拍到出來 過幾天看到這件事 OK 好了 但是 再次 我也有朋友是精神科醫生 他們未必會和你探討到這麼深 因為他們的訓練是開藥的 即他們的訓練是 你的身體缺少腦內傳導體 所以 你便吃下去 你便會康復 但是我不是醫生 我是健康管理員 所以我便會給你不同的角度 所以 為何我不是醫生 而我會做 consultation 我不是告訴你 我治療病人 我搞清楚 I talk to you I share with you what I know and I explore with you the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the different ways of healing 不同的 modalities 我不是醫生 我沒有能力醫好你 但我和你坐下 我和你探討有不同的 醫治方案 而讓你自己做選擇 明白嗎 而我們一個小時內 我是會躺下你 如果你不抗拒的話 我當然遇過一些客人很抗拒 甚至你請他躺下 幫他做完一輪之後 他會問你做什麼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但是 一般人就是談完 你明白了 然後躺下 只剩下20分鐘 幫你清垃圾 清了你墨輪裡面的阻塞 清了你情緒上的屈結 清了那些東西 包括會用縱撥 用水晶的縱撥 金屬的縱撥 會用Energy Healing Tools Yeah 接下來我們做什麼 我們一起打鼓 好嗎 我們十個八個人 我們坐在一個圈裡 我想要逢星期六 就是你布甸和我 坐在一起 我們一起打鼓 OK 其實一本書也建議你們看的 Dr. Kelly Brogan A mind of your own The truth about depression and how women can heal their bodies to reclaim their lives 那這個 當然他寫Women 但是其實 男女都看得的 OK 那裡面其實有探討過不同的 精神科的毛病 例如Depression 抑鬱症 Bipolar Disorder 如果你認識一些人 就是他平時很好的 OK 很正常 很nice 很sweet 很好的 突然有一個人 不知道為什麼會很吵 很猛 變了一個人 有機會是Bipolar OK 我們其實現在的Drumming 就是敲鼓的部分 我們未定日子 我們會一個星期一次 大家圍在一起 沒有人評論你打得好不好 OK 我提供場地 我提供些鼓 大家一起敲鼓 大家一起做 Exactly 好不好 這個study做的事情 大家一起敲鼓 OK 當你看清楚 其實Depression 抑鬱症 就是那些突然之間 你發覺他好像 他人集中不了精神 看書 集中不了 進不了神 然後他會 他人好像持續的情緒低落 對什麼都失去了興趣 那些是Depression 大概的症狀 而Bipolar 就是一時很好 很正常 但一時突然癲癲 那種 OK 焦慮就是什麼都很擔心 什麼都很害怕 什麼都覺得不妥當 OK 你發覺其實 這些毛病 原來其實 你吃真正的薑黃素 薑黃素和黃薑粉 是不一樣的 不正確 因為黃薑裡面 有96%是沒有用的 OK 大概有4%左右 4-6% 是有效成分 叫做薑黃素 但這種薑黃素 又在特定條件之下 例如他要加上薑黃的油 你才能夠吸收到 你發覺奇了 原來這種精神科的 剛才提到的情況 例如抑鬱症 OK And bipolar 就是那些 躁鬱症 和焦慮症 原來 吃這種真正的薑黃素 還有效果 吃Prozac 就是那種藥物 效果更好更明顯 而且沒有副作用 OK 大家的理解為什麼 就是因為薑黃素 是有抑壓身體發炎的功效 OK 其實你看回 不是第一次有科學家研究 為什麼烤股會對身體好 OK 這東西其實他們稱為 Informational Medicine 他們的身體 是有 那種鼓聲 這發覺人是很有趣的 小朋友 甚至三、四歲 聽到鼓聲 他們的腳會動 OK 人們會懂得跳舞 而這種療癒方式 其實是最原始的療癒方式 是代表回到 人類存在以來 真是固有榮有 不同的民族 都有鼓聲 療癒 你想回土著是怎樣 你想回大家圍著火圈 大家做些什麼 就是敲鼓和跳舞 OK 所以接下來我就說 我們可能是星期六 或者是星期日 我們大家一起做這件事 OK 你感受一下 如果這個研究 這個研究 在英國做的 怎麼會英國做 不是香港政府做 你不要問我 別人有民選 別人有得投票 別人有得投票 OK 而英國其實 它的醫療系統 是貧能崩潰的 因為 它那個 就是 Public Health 是他們佔的政府 開支很大 所以那邊的大學 是真的會做些研究出來 是希望幫助那些人 是可以不需要吃藥 所以你看到會有這些 OK 那其實呢 所以 就是其實呢 聲音與頻率 OK 是進入我們的靈魂 深深處 去做它的療癒 就是大概的翻譯 就是這樣 OK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 今個月 我們做的就是 譬如 聲音治療 OK 帶你爸爸來 OK 帶你做了爸爸的朋友來 那你帶的朋友是免費的 OK 即是 星期三和星期六 我們可能是星期日 看看怎樣 我問問 寶丁哥的旗可以嗎 但是 星期三 星期六 我們的聲音治療 OK 之前不是說了MIT 用聲音 和光 清理了 大腦的 就是腦退化症的 那種斑塊 這次是英國做的 OK 聲音治療 這個月 我們都是做 一個付費的客人 帶一個朋友來 是免費的 OK 而骨湯 效敬你爸爸 幫助他 可以睡得好些 關節靈活些 痛症少些 OK 吸收 真的能夠給身體所用的 礦物質和維他命 和軟骨素 YES 和剛才提到的 黃薑 裡面的薑黃素 在骨湯裡面 OK 喝了之後 覺得那天很暖 很精神 所以我們現在 就是第二包 九折 第三包 全部都是八折的 OK 今個月的福利在這裡 希望大家 可以令到身邊的人 更加健康 和感受一下 其實聲音治療的力量 OK 接下來我們都會有 更加多的 topic 遇到這件事 OK 那今次就分享了 一個英國的 research 一個英國的 study OK 那希望你們能夠 Yeah Give it a try OK 當然如果你們已經 買了種撥的 你可以在家裡自己 你敲也行 Feel the vibration OK 你家裡自己有估計 在家裡敲多些 喂 你看看別人 三個月之後 效果都還在 而他之前 都是一個星期上一次 Give it a try OK See you next week 下個星期一見 Bye Bye